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開心我們可以一起聚集 我們一起來聽上帝的話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 我們深知道 在每一個時代 都有 你在呼召我們的聲音 主幫助我們的耳朵打開 聽見 你召喚我們 要我們去的呼聲 我們在這裡獻上感謝祷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今天一起來讀一段 比較特別的經文 這段經文記載在 撒摩爾記上第三章 第一節到第五節 第十節到第十一節 第十九節到二十節 童子撒摩爾在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華 當那些日子 耶和華的言語稀少 不常有漠視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神的燈在神燕華殿內 約貴那裡 還沒有熄滅 撒摩爾已經睡了 耶和華呼喚撒摩爾 撒摩爾說 我在這裡 就跑到以利那裡 說你呼喚我 我在這裡 以利回答說 我沒有呼喚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華又來站著 向前三次呼喚說 撒摩爾 撒摩爾 撒摩爾回答說 請說 無人盡聽 耶和華對撒摩爾說 我在以色列中 必行一件事 撒摩爾長大了 耶和華與他同在 使他所說的話 一句都不落空 從但到別世八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華麗撒摩爾 為先知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讀到的這段經節 經節很長 原諒我就沒有在這裡 把所有的經段都讀完 這是一段 上帝呼召 童子撒摩爾的一段紀錄 上帝在那個 當童子撒摩爾 在聖殿裡面服侍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懵懂無知 而聖經上這麼紀錄 那時候上帝的話語稀少 意思是那時候上帝根本沒有對以利說什麼話 最簡單的這樣說 因此有一天 突然上帝對著這個孩子 就是撒摩爾說話的時候 撒摩爾驚慌起來 不是驚慌 他是睡醒了 以為是這位大祭司在叫他 他跑了 連跑了好幾次去找以利 最後大祭司以利才喊然大悟 向撒摩爾說 如果你在聽到這樣的聲音 請你 就回直接的回應 因為那是上帝在呼喚你 透過這樣 撒摩爾第一次與上帝 透過這樣的對話 去聆聽上帝要對以色列所說的話 並且透過這樣 撒摩爾也重新的去認知原來自己的身份 這段經文很特別的是 撒摩爾年紀小 但已經蒙神呼召 但諷刺的是 上帝的呼召 並不是來到以利或他兩個兒子 這些條件明顯更符合的成年人身上 反而臨到一個年幼的孩子 我們要知道 上帝的話 臨到一個年幼的孩子 對當時可見的人來講 是一個諷刺又令人震驚的事 他挑戰那根深蒂固的觀念 當時候的人認為只有那些經驗豐富 受教育高 身份特殊的人才能夠成為上帝的器皿 偏偏偏偏在當時候的以色列 符合這些條件的成年人 每一個都背離了上帝的道 因此 上帝只好撿選一個 看起來好像很可笑的器皿 一個孩子 因為我們要知道 在綠法裡面 以色列人的綠法當中 一個孩子不算人 因此 在那個小孩跟女生不算人 不被看為成年人的時代當中 上帝已經拣選了一個孩子 撒姆爾 並且向他呼召 向他提出挑戰 並且對他提出邀請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也經常在想 上帝在不同的階段 都在向我們提出呼喊的聲音 就好像德瑞莎修女一樣 她在修道院裡面 她在那個寂寞禱告裡面 她不斷地聽見 有一個聲音在對她說 來做我的光 來做我的光 她不知道 這個聲音是從哪裡來 她也不知道 她要去哪裡 成為什麼人的光 但是 上帝的聲音 卻又那麼明顯地對她呼召 以至於她一直在那個默想裡面 她本來可以在 印度的修道院裡面 已經成為那個修道院 女修道院的院長 但是 她 不斷地聽見 在那個 她寂寞禱告的時候 不斷地聽見 有這樣的聲音呼召她 於是 她就甘願 並且她發現 上帝呼召她 去住在那個最黑暗的角落裡面 就成為黑暗的光 於是她到加爾各達最貧窮的街角去 就去撿了那些 從四面八方來到橫河 為了想要得到醫治的人 的身體 回去幫他們洗淨 給他們吃 即使她沒有辦法真正幫得上忙 但是她也願意 親手為他們埋葬 以至於這些 在加爾各達街角 躺在那邊 快要死的人 她說 我在那裡像條狗一樣 而來到這裡 我卻被接待 好像被天使接待一樣 即使是不同宗教 她也樂於把他們接進那裡 去服侍他們 為了這些 最貧窮 最卑下的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們生命 都有蒙上帝呼召 而我們怎麼去回應呢 我們怎樣像 童子撒末兒 我們怎樣像 德瑞莎兄弟一樣 去回應我們 上帝對我們每個人的呼召呢 這就要看 我們有沒有這個決心 就像 撒末兒一樣說 我在這裡 仆人警惕 願上帝的話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 有能力 有智慧 但 我們知道 我們從你得到能力 智慧是不夠的 我們更要學習 怎麼樣聽見你的聲音 而來回應你 求主就與我們同在同行 幫助我們 在我們生命的每一時刻 盡力來服侍你 我們在這裡 先上感謝祷告 奉祷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